哈喽大家,我又在明里屋学习了一个Mayo老师的烟熏款 第一眼看到图我觉得不会很难,但实际上做起来,嗨,超帅了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小素材,我用的是透明的调胶纸,把它对折,然后在上面刷胶 覆盖的时候我是从一侧往外推,这样子的话没有直接盖上去那么多气泡 但还是会有,就需要挑选比较完好的部分修剪成不规则的小块块 这样小胶片的素材就做好了 色胶有用到一个红棕色,纯黑色,深棕色,还有透黑色 首先是把红棕色胶放在甲后圆的位置 黑色胶放在红棕色下面,可以重合一部分,不要太规整 用干净的源头笔从上往下,再从下往上,这样来回擦胶 就差不多带出那种烟熏的感觉吧 这个操作对我来讲真的挺难的 需要判断它的大型轮廓,把控笔的力度,胶质也有要求 但我还是不怕死的分享了给你们 黑色边缘纹路可以用斜头笔来修整 调整好之后,烤灯固化,薄薄的在甲面刷一层透深棕色 再刷底胶来粘,是先准备好的小胶片 把好位置固化,小胶片贴要去跟甲面是有高低感的嘛 然后去透深棕色,在上面加深一个阴影 刷完色之后,烤灯固化,再去透黑色,在阴影的部分加深 处理好照灯,给甲面上一层透明胶,这里我用的是额氏流瓶胶 因为我用的流瓶胶,甲面已经比较平稳了,就象征性的轻轻抛一下 打磨好,清理掉粉尘,薄薄涂一层封层胶,可以只涂一半 平头笔取一点黑色胶,这里保厚度应该需要高一点 还是刚刚回擦的一个方式,把它擦出一些纹理,就好像故意做脏的一个感觉 下面的一个边缘线需要着布一下,可以用拉线笔,咸头笔来处理 做好之后照动固化,最后封层罩干就完成了 咖头第二章有放成品图,大家喜欢的可以自行剪一下 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我做的不好,误喷一哟